您不能不知道来看到国内进入第六波的新冠疫情 上周新增932例的中重症个案数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上周还新增64例的死亡个案 比前一周暴增60% 也是第六波疫情以来单周最高的死亡数 而如今还有新变异株LV-1占比串升 因为传播力更强 奇观数也推估疫情预期会在7月中旬达到高峰 到时候单周的就诊人次会上修到12万人次 咳嗽低烧快筛跑出两条线 第六波新冠疫情来得又凶又猛 国内上周新增932例重重症个案 是今年单周新高 另外新增64例死亡 更加请一周暴增60% 创下本波疫情以来单周最高 还有一名青少年因为染疫高烧到42度 急诊就医一度心跳停止 虽然急救后恢复生命争象 但要出现多重器官衰竭 住院隔天就病逝 令人担忧的是传播力更强的 新病疫株LV-1来势汹汹汹 事委员会带来一波住院死亡潮 美国目前来讲住院的增加25% 那死亡增加16.7% 台湾也势必会顾上这个后程 我们预估大概7月中 大概会有12万左右的就诊人次 面对新冠病疫株LV-1本土占比篡升 机关署上修疫情高峰的就诊人次 但不只新冠流感疫情也持续升温 上周更有破十万人跑诊所医院看病 其中一名三岁女童因为感染A型流感 尽管去年曾经打过流感疫苗 但这次感染后三度就医 最后因为病发脑炎心肌炎不治身亡 面对新冠流感疫情双烧 机关署也配发第二批的免费新冠快筛试剂 给民众领取 但这批发完后就无库存 民众要用未来就得自己买 记者未听于丁月的报道